今天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中共江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宣介会主题为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使命 来自60多个国家的约350名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参会 宣介会上井冈山红色讲解员 其城种植大户 基层合掌等五位江西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走上讲台 从文化 经济 生态保护等角度生动讲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 使外国政党代表了解了中国基层党员干部通过落实政策带领身边群众艰苦奋斗追求幸福的经历 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共鸣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中国发展出非常适合自己的路线 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找到适合他们的经济文化特征 适合人民的发展路线 挪威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挪威人民在发展中获得了幸福 中国和挪威一样也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繁荣的经济体 使意外人民摆脱贫困使我们非常钦佩 宣洁会现场设置了外国嘉宾对话环节 来自塞尔维亚 埃及 塞浦路斯和柬埔寨的政党领导人和代表交流表示 本次江西之行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幸福 在宣洁会期间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为外国领导人举办了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洁会 推动中外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经验交流 外国领导人还参访了江西省内各个城市的企业 乡村和社区对江西有着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解 他们表示希望和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领域有着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央视记者南昌报道